大鱼想跑了 乌副总理提议 愿用俄军战俘交换钢铁厂内重伤乌军 综合媒体5月12号报道 当地时间11日消息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克表示 基辅要求用俄战俘交换亚素钢铁厂内重伤乌军人 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 乌克兰副总理伊林娜韦列修克说 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内仍有一千多名乌克兰士兵 其中数百人受伤 韦列修克说 有些人伤势严重需要紧急撤离 情况每一天都在恶化 报道称 韦列修克表示 我们向俄罗斯人提议这样交换 通过人道主义走廊 将我们的重伤员从亚素钢铁厂撤离 作为交换 我们按照交换战俘的标准规则交出俄战俘 还未达成嫌疑 正在继续谈判 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